重大突破!辽宁舰尖15舰载机夜间起降画面首次曝光! 原标题——重大突破!辽宁舰尖15舰载机夜间起降画面首次曝光! 中国航母战斗力载火重大提升! 北京时间2018年5月24日,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节目中,首次公开曝光了辽宁舰尖15舰载机进行夜间起降训练的画面。 夜幕下,一架尖-15舰载机从辽宁舰甲板起飞。 尖-15舰载机进行夜间航母甲板起降训练。 一架尖-15舰载机准备在辽宁舰甲板降落。 辽宁舰安装有众多先进的辅助助降设施。 为尖-15舰载机进行夜间起降训练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。 尖-15舰载机成功进行夜间起降训练,标志助中国航母具备了全天候作战能力。 目前,辽宁舰可搭载30余架个型战机,可为中国第二艘航母培养大批合格舰员。 尖-15战机是中国海军航母编队的拳头力量。 尖-15是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主力舰载作战飞机。 图为123号尖-15舰载机准备起飞。 以辽宁舰为核心的中国海军航母战斗群,尽可攻,退可守,可对中国国家利益进行有效保护,并对潜在敌对方进行有效威慑。 。